好了,下一套了 下一套是Ware Wars 原來中文我們看到有日本國有鐵道公安隊 其實如果大家看預告會看到這套圖 我在想出哪一套,最後選了這套 是一套同仁圖來的 但不要覺得這套圖的畫有這麼好看 不關事的 我只是說哪個P網友也有見過 什麼故事等下有馬說一說 我們先看第一集 我們偉大的男主角高山職人 計成這個出包技術 如何進去扣女 立志加入日本國鐵道 是一個國營的企業 自圖偉大 就是入港鐵 是半私營半工營 但日本國人設定是國營 吃政府糧、吃皇家飯 職業無憂 不過不小心被派到公安隊的地方 他在開始之前訓練要學一些東西 其實他是想做司機的 其實他想駕火車 OK,但他做不到 不要理會,這不關事 他應該也沒有贊 誰知道他派到公安隊 在開始之前要學校訓練 他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國有鐵道 可能會有不同的恐怖襲擊 或是一些罪案 你們負責要去防衛罪案 嗯,很合理 那你接受訓練 訓練有什麼呢? 跑步 讀書 射擊訓練 咦,很合理 他們是說想射色狼 射色狼 你撈亂了另一部片 我叫你有適當的訓練 就當練習完 OK,那好像考試了 考什麼呢? 煤炭火車給我掘些煤下去 不是,那不是考試 考試又不試 那個是畢業史 那更糟 我完全不是 前面說到 要應對這麼多罪案錄 要犯罪行為 要練槍法 練體能 最後考試是要掘煤 那不算是 你不明白你想說 你要畢業 你有一部份要做過 那是其中一件事 就不代表那個是畢業史 大學畢業或大學都要考電腦 或者考普通話 那你不是讀普通話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的問題 現在他們全部電氣化 火車 那他說要你經歷一下 那件事 OK,那你講得通就算 不過有些是錯的 當然我看到有人上網 就鋪了一張圖 就說其中 他們幾個角色 拿著一支信號燈 那支信號燈是點火的 那支引路的 在鐵路上引路 其實有人指出了 其實那些是錯誤的開法 那支信號的延管 是應該要斜斜地 斜斜地放下去 那支手是抵下去 來擺 不像他們看演唱會 就在頭上 因為那些是立會用的 會敵死自己 基本上這些已經是最基本的錯誤了 OK,那好吧 當他們不得業 所以就去做公安 他們只可以 那些地方就好了 這個地方厲害了 他們當事前 他好事要去東京站 不要來先 最厲害 我們要做什麼呢 找個貓找個舊先 收拾個床鋪 就是這樣 然後又發生惡劇 有刺人 這個時候又怎麼樣 回來 不要追 不要多事 全部都拿回來 哇,厲害 那他有刺 你有刺不是應該叫警察 香港的叫警察 因為他都說明 他們這些隊伍 是負責應付 日本國際鐵路面 那些犯罪事件 到發生犯罪事件 他們是要回家 不,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可以分配在東京站 那你會知道你那輛車去哪裏 你不是應該叫下一個站 去折它 你折下它 而不是開一輛後備用的運貨車 開另外一輛火車 去追剛才那輛火車 最重要的那輛火車是說 撞死 是特別班次 我說 你怎麼特別 都行頭一條老鬼 應該有另一條老鬼 我明白 但他們不會為了追一個產 而特地開一輛火車 其實只要叫當地的公安就可以了 那些看電話 他打電話 下一個站 去折一輛火車 就算是 那些產品 一定下一個站下車 真的 他撞錯了概念 好像以前的古裝片 由這個疫集到那個 去追捕一些劫匪 刊匪 其實就要騎一隻馬 在另外一個 在自己的疫集騎一隻馬 他不可以非教傳書 叫另外一個 他可以打電話 下一個不知甚麼集 秋月園站 麻煩你和我折一輛 這輛車 沒有電話 沒有電話 沒有電話都WhatsApp 不要緊 他沒有電話 但有炸彈 第二集放炸彈 這集是天才 不 兩邊都是天才 首先 我們這個偉大公安隊 我們收到情報 要放炸彈 總之說 我們全部走去 留一條 看著 他放炸彈說要籌錢 籌一億 然後他說一億 那一億很大 那一億很多錢 一億其實我們仍然是三分之一 一日的三分之一 所以很少錢 你一人是三億 一億很少錢 那我就籌 那你不是下入 不下入 不要供我出去 東京站 一個很大的站 是全國的跳路中樞 供我出去之後 社會混亂 會太影響 所以你不要說 那你會不會每個禮拜 來backmail你 更厲害 那些天才 那些天才 我要放炸彈在東京站 他為什麼放一個 他就放兩個炸彈 一個是事前警告 用了禮經 就是一個炸彈 炸彈放了一隻狗 那隻狗 那隻狗 那隻狗就放在 室物營利處 那些地方 所以其實就是 但是很愚蠢 那隻狗又會對著 他對著 在那裡吠 但是 你說一隻狗在裡面 那隻狗不停在那裡吠 但是 那隻狗一開始不吠 那隻狗在那裡吠 那隻狗在那裡吠 那時候 我覺得 裡面是不是有些奇怪的 有炸彈 才快點拆掉它 那 那他來拆炸彈 你又叫不要動 但是你又不知 有四條狗就吊起了它 對呀 開頭說 你叫炸彈 你不要動它 我們有專職的人士去拆 OK 很合理的程序 但那幾條男人都說 我們來拆吧 我爸教過我的 我懂得拆的 這班人簡直是 充分到我朋友 我真的 然後他又很有趣 他拿了他們吃晚餐的 食甜品 那支 液彈 液彈 沒有記錯 好像-187度 差不多 絕對力度 絕對力度 負一百八十多度 不記得是負一百多度 不記得是負一百多度 負一百八十多度 想到它噴下去 但是問題來了 你還沒說到前面 你還沒說到前面 那女兒就 阿英仔開始想插炸彈 她在那邊剪炸彈 她在那邊剪炸彈 剪錯了 你幫我 你幫我 你先幫我 你先摺一條線 我出去找東西來 神經病 你怎麼摺著它 我完全不明白 剪掉了 電腦已經停了 我想她為什麼會這樣 你摺著它 沒有影響 繼續走 然後她說 OK 她拿了一個液態淡的布 在那裡噴 噴 噴 她應該看了噴很久 她只差一個電擊高達模型大賽 應該是 但是那時候高山差一條線 就是她噴了 你要噴那隻手 其實那隻手 應該會變成薯片 她應該檢查問 她不是問你噴什麼 要問 快去找醫院 你醫生我的手動傷了 應該要切 不是動傷了 因為其實很愚蠢 首先 液態淡已經說了 你負一百八十多度 其實道理上很愚蠢 你一離開 保溫的container 那個金屬罐 立即會氣化 就立即飄散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拿液態淡去凍 你就是把那個東西 丟進液態淡的瓶裡 就不會把液態淡倒出來 因為一倒出來就會 灰飛煙 這樣 你拿出來噴出來 可以冷卻到電線 其實現在是很神奇的事 你是應該把電視塞進去 你就不是把液態淡倒進去 是沒用的 但是你把電線塞進去 其實整件事有問題 他說什麼 他說的道理就是 塞了一條電線 塞進去 就凍停了電壓 神經病 他什麼時候才有電動的呢 大陸那個人 但是你很愚蠢 其實你這樣雪凍了它 那不如你直接丟它 入熔岩裡算 沒分別的 我想說一拳打爆會搞定 其實是沒意思的 不知道做什麼 你不是說 你不是把電線塞進去 那些液態淡倒是沒有什麼的 大家都明白 液態淡這些東西 不是代表你塞進去電 就不會斷 是沒可能的 完全是 我覺得是沒有一個sense 那如果大家聽眾 不是對液態淡沒有什麼了解 歡迎去任何大學的open day 特別是HKU 他每年都會拿一瓶液態淡出來 把生菜拿出來 那一瓶就變成粉了 如果液態淡這東西更加不熟悉 其實是可以去一些 現在有某一些雪糕專門 是說用這種液態淡來雪雪糕的 基本上就不 你有多可見人拿液態淡來噴雪糕 如果液態淡可以擦雜蛋 那我擦雜專家 什麼都要用液態淡來噴雪糕 液態淡無窮無盡 整個空氣出現 78%都是任取的 真正的天然資源無限量 是呀 是呀 液態淡全都搞定了 所以覺得非常之奇怪 其實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要做鐵路窄的話 我不知道能否滿足到 但是 他處理那些日常事件 很不日常 除此以外 你說他要吸引眼球 兩男兩女 除了主角 主角呢 就好像working 好像小鳥油 那些人是吃慣閃光檸檬的 真的 別生氣別人的空 真的 另外一個男呢 是傻的 後工作作品裡面 南二海一定是傻的 要配上南一號給他 對呀 例如說出 為何要在那個方向 野性的直覺 嘩 大哥搞什麼 然後另外兩個女 三個女 有兩個都是巨魚 跑旗 沒有識輕功 然後又會單手拿槍 沒有後助力 我們全都沒有射頭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整套 一個字要射死所有的 他又要做你鐵道迷 他又不是很make sense 他又有些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又會錯 然後他又怕沒有人看 他又要放些盟元素 但是他做的事情 有空就臉紅一閘 那樣 什麼意思呢 那女的跑步的空 很噁心 你有沒有看過 所以整件事 都幾有趣 好 我對他下一道